王菲在新年前夕上架全新罕剧《僵尸校园》 火速就在全球爆火 倒冲上各国观看热门排行榜 延续了由于游戏风靡全球的气势 不过有趣的是 大家在观看完《僵尸校园》后 普遍最受欢迎的CP 居然不是男女主角男文赵李青山 反而是女班长南拉和秀赫大爆火 剧中带有神秘感又开外挂的女班长南拉 是由年纪22岁的赵姨贤饰演 身高160公分的她 外形舔眉客人 早在高中时成为GYP娱乐旗下演员练习生 于2018年10月宣布正式签约演员契约 现在因为僵尸校园迅速在全球打开知名度 燕斯粉丝一席之间暴涨 直接突破317.7万粉丝 选粉速度超惊人 不过如果你经常有追看韩剧 那么你可能对赵一贤并不陌生 她曾出现在极致一生生活 学校2012和我的国家这几部剧中 可是年纪22岁的赵一贤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1.霍峰最美班长 电视剧将是校园的内容 关乎校园暴力 有友情爱情 更是对人心的考验 一群少男少女面对凶残的丧失 不仅仅是有勇气和胆识 更需要团结和力量 赵一贤饰演的班长南拉 她当上班长这个职务 不过是因为妈妈给学校了一些好处 她也一直觉得很多人不会把她当班长看待 她没有对这个职位所谓的责任心 灾难降临之后 南拉是选校第一 是高冷的学霸 这不代表她不会感受别人的心情 她的心思非常细腻 暗恋瓢罗门饰演的秀贺 纳妍用斩雪的手绢擦了景修的伤口 导致景修变异 这个就是被南拉揭露出来的 并让大家看透了纳妍的本质 在面对喜欢的男孩秀贺时 南拉直接地表达 轻轻地问 令人非常心动 两人的相互守护 温暖十足 将是校园的主角团们一路闯关 南拉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她时而能控制住自己 又是控制不了 赵一贤演绎出了南拉的那种矛盾的感觉 她反复挣扎的样子 真的太令人心疼了 夜市粉丝30万到300万 足见观众对最美班长赵一贤的喜爱 二赵一贤的出道经历 1999年出生的赵一贤 今年22岁 剧迷们对赵一贤的喜爱 来自于对她演技的认可 不说大家不知道 赵一贤从小 想成为音乐剧演员 但是在音乐剧这条道路上 因为唱歌不好 只能放弃 她受到这样的挫折 但是却没有放弃表演 高中时就成为GYP娱乐旗下的演员练习生 将近两年 2017年通过网络剧 《复仇笔记》出道 《复仇笔记》由车引悠 金香气 朴索罗门主演 讲述高中生女主角 胡俱熙的手机 收到只要输入想要复仇的对象的名字 对方就会受到惩罚的不知名APP邀请 故事开始 在这些学生中发展的一发不可收拾 赵一贤通过初期在魔女的法庭 《坏爸爸坏行径》中 担任配角磨练实力 2019年通过恐怖电影变身 展现了高中生的日常 与令人毛骨悚然的恶魔演技 获得好评 这也是她与甜美都合作的第一部作品 接着在首部古装剧 《我的国家》担任徐妍这个角色 尽管首次挑战历史剧 但出色消化能力 让她被称为怪物新人 但其实在这时 她与GVP娱乐也已分手 2018年10月宣布正式签约演员契约 然而因为GVP娱乐 改制旗下演员部门 双方协议解约 2019年 张一贤改签到 赵宇胜与李正载成立的公司 继续演员生涯 并于隔年在机制一生生活 受到剧迷热烈喜爱 最终她饰演双胞胎一生姐姐润福 每当与弟弟一起出场时 总会为大家带来许多欢乐 虽然角色的戏份 没有主角群那么多 但是她仍然让人 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三被誉为 99年三驾马车之一 在韩国的电影界 有崔敏直 宋康浩 薛景琼 一向来有着 中午录三驾马车的说法 而在1999年12月出生的赵宜贤 与OL女团的金素慧 寄生上流的郑知苏三人 也被誉为99年的三驾马车 三人可以说是 新生代演员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 可见他们的演技 有着一定的实力 便兼具脱索的外貌 得到众人的肯定 四 洛梨控 在江湿校园中 赵一贤一直都是 以冷酷的形象示人 他那种高冷学霸的样子 面对危机 他冷静而理智 私下 他是超级爱笑 且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有追踪赵一贤的粉丝 一定曾看见过 他分享的Vlog影片 在影片中 可以看出他超爱洛梨 还非常开心的 与大家分享 就算在减肥中 我也可以一天吃一颗烙梨 对于其他方面可以随便 但是对于烙梨的那份热爱 却一定要坚持 我超爱上学 赵一贤在高中的时候 就读于 汉林演艺艺术高中 音乐剧科系 在他成名后 接受采访时 被记者问到 他在学校的时候 是一个怎样的学生 他笑着告诉记者 我那时候非常喜欢上学 因此非常讨厌假期 就算是在假期中 他也想要练习唱歌和温习功课 这当然是因为 他想要尽快实现他的演艺梦 可见 不管是在僵尸校园中 还是私底下的他 还真的是学霸一枚 不过随着一席爆红 也导致人红是非多 韩国网友就挖出了赵一贤 在汉江奢华豪宅区里 拍摄的一系列居家风格美照 可以看见身穿仙女风 白色裙装的赵一贤 在装潢宽敞舒适的豪宅里 拍摄私下日常生活照 抱着狗狗的赵一贤可爱笑容 令许多人看了怦然心动 赵一贤所在的豪宅区 正是有韩国天龙人之称的青坦洞 许多韩国一线男星 包括选宾和黎敏昊 都曾住在这里 光是两千平方英尺单位等 最近成交价就高达55亿韩元 让赵一贤的身家 一席之间受到韩国网友的热烈瞩目 疯传他是父母财力雄厚的 超级富二代 因为在豪宅一系列美照 而成为热门话题人物的赵一贤 现在就心自于 硬死出面澄清这一项传闻 这不是我的家 而是欧欧的家 访认这一栋豪宅是自己的住处 赵一贤的经纪公司也表示 这些照片是赵一贤 之前在朋友家里拍摄的 他本身是一个平凡的大学生 现在一个人住在青坦洞公司 附近的小公寓里 南拉这个角色 不仅是角色本人的人设如何 更多的是演员如何理解角色 并将自己带入角色完美诠释 长相甜妹的赵一贤 是兔子像的女孩子 可爱又乖巧 确实很适合演艺学生一类的角色 赵一贤在综艺节目中 则有种呆萌美 傻呆呆的笨蛋模样 综艺感十足 与飘宿罗门的互动 更是爆出拍摄现场大瓜 让观众纷纷想他们远地结婚 不过今年22岁的赵一贤 演员之路还很长 希望这个宝藏女孩 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欢 你有没有为她着迷呢 面前面的赵一贤 帅心